千里香馄饨,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皮薄馅大,汤鲜肉嫩,有什么诀窍呢? 首先准备姜丝和大葱,再放一个掰碎的八角 倒入热水,浸泡20分钟左右 半个紫皮洋葱,切成碎丁 大葱一节切成葱花 一小块生姜拍扁,三四粒大蒜拍扁 然后全部放一起,剁成小颗粒 不需要剁得太碎,像是瓶中这样大小的颗粒就可以了 锅内多倒点油,油热后把刚才剁好的葱姜粒倒进来 再放一个掰碎的八角,一定要小火慢熬 不要心急,要不停地搅拌,防止糊锅 熬到浅焦黄时关火,放一把虾皮,稍微翻炒几下 倒入碗中备用,切记不要熬的时间过长 熬过头了会发苦,油的余温会把洋葱末慢慢变为深焦红色 这就是熬好的葱油,太香了,满屋飘香 这也是千里香馄饨,之所以好吃的 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黑葱油 这是三肥七瘦的肉馅,约一斤 用五花肉馅也可以 放适量盐和十三香,少许白糖提鲜 胡椒粉去腥增香,两勺生抽提味 半勺蚝油提鲜,一勺糯米粉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顺一个方向,充分搅拌 让肉馅充分吸收料汁和葱姜水 搅拌至肉馅,发粘油阻力时,再次加入葱姜水 这样调出的肉馅更鲜嫩,口感更好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和芝麻香油,锁住肉馅的水分 继续顺一个方向,充分搅拌 搅拌至发粘油阻力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葱花放进来 这时不要过度搅拌,以免影响小葱的葱香口感 稍微翻拌均匀即可 这是在面条铺里买的馄饨皮 放入适量的肉馅,卷起来,再一头磨点水 这样更易粘合不散开 馄饨的包法有很多 这是最简单的包法之一 碗中放适量盐,胡椒粉,少许葱花,紫菜,虾皮 放一勺刚才熬好的葱油,适量的生抽,倒入开水 有条件的加入鸡汤或高汤,会更美味 锅中水开,下入馄饨 用勺被轻轻推动,防止粘连 大火烧开,转中小火 点两三次清水 这样煮出来的馄饨皮更紧实不易破 煮好的馄饨捞出来,放入碗中 再来点芝麻香油,放点香菜 哇,太香了 看着就流口水,皮薄馅大,汤鲜肉香 真的太美味了 吃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